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呢 两位的演出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谢谢两位 我为了要准备这个节目 我这一个礼拜过得非常的开心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找了一段你们之前的演出很经典 是外送火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那我推荐你蔬菜套餐好不好 蔬菜套餐你是说像吃素那种 是是是 有那种金针菇 高丽菜 大陆妹 越南妹 来来来来 越南妹又是干嘛的 我们越南妹的意思是说 我们请一个越南妹为你吃大陆妹 不需要啦 干嘛特别请一个越南妹 还为我吃大陆妹啊 三匹火锅系列啊先生 什么三匹火锅啊 听起来超不单纯的 吃素还吃昏辣的锅 OK好 先生 如果你还要越南妹的话 请改做零件 不需要啦 没有要越南妹 有大陆妹我自己吃就好了 所以蔬菜套餐是吗 对对对 好的 单身汗素菜套餐一份 谢谢 加什么单身汗 瞧不起我 OK先生请问大中小啊 哦 你说分量吗 一个人小份就好了 没有 我说锅子 锅子还有分大小吗 是 那分量呢 都一人份的 都一人份 不要拿大锅子中一人份 有够浅的啦 你当受洗烧吃嘛 不是 不是真的浅浅的 就是受洗烧啦 味道不一样啦 一个人分用小锅子中就好了 小锅子啊 等一下 小锅子不知道装不装得下啊先生 好 烦死了 拿装了下的锅子装嘛 哦 那么火锅等一下 帮你做常温的送过去可以吗 等一下 哪有人家火锅做常温的啊 火锅都要做热腾腾的啦 先生我们煮好的时候 当然是热腾腾的嘛 我要送过去的时候就温了嘛 我知道啦 所以你们中间应该要保温吧 你们保温啊 保证你会温啊 我才只要保证我会温的火锅欸 我火锅送到我面前还是热腾腾的啦 等一下等一下 四位先生 你小时候是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啊 不要把我讲得好像要什么有什么的小孩一样好不好 这是你的公司该有的服务啊 啊 要等火锅送过去的时候 我请你老妈帮你加热这样好不好先生 不需要啦 送过来我自己加热就好 不用请老妈帮我加热啦 你看看 问题是不是可以靠自己解决呢先生 我知道啦 我知道我自己可以解决啦 这个就是你们公司的服务吧 你们想不想做生意啊你们 挂电话了吗 真的不想做生意吗 这个外送火锅园真的很讨人厌 怎么会这样 就是捉弄他嘛 对 为了吃一个火锅真的是 起心老命 对 你们这个演出的场地还蛮特别的看起来 这个演出还蛮特别的 这个是打康打康 成立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演出 他是在过年的时候的年货大街 而且迪化街那个地方 那迪化街里面有个地方文创的店铺嘛 叫做小艺城 小艺城 然后我们跟小艺城里面的印花乐 这家店的朋友们借了他们的店头 做店头演出 所以那是旁边那些观众 真的就是那天去半年货的人 是是是是是 难怪这个收音品质听起来旁边很吵 很吵 隔壁是卖春莲之吵的 超大声在放谢婧演那时候什么 什么歌前年的主打歌 对 一直在放一直在放 一天我们演五场 一个下午 对对对对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天 所以就一直在跟他们拼那个声音 那其实大家看了也是很开心 很开心啊 对啊 而且那真的是一个奇遇的感觉 就是假使我今天去办年货 然后我在路边听到两个人在讲笑话 蛮生气的 对很神奇 嗯 对啊 那个时候也是朋友们拿着那个看板 对 里面有免费演出哦 里面有免费演出哦 然后就带大家走进巷子里面 对对对 就冲进人群里面 然后讲一讲然后拉进来 这样子 在人群里面的演出感觉怎么样 因为这些人都不是付费进来看 有预期你们会讲很好玩很好笑的事 在这样子的场合演出 那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在那个地方演出 就是没有预期的观众 其实对我 我们做喜剧来说我会觉得很很棒 嗯 因为我觉得人真的会觉得好笑的时候 往往不是我今天知道你要搞笑 所以我来看你搞笑 对 我不是付了钱进来要被娱乐的 对对对 而是说我就在听你讲话嘛 是 所以它是一个口说的过程 那听你讲话讲话讲的 你突然翻出笑料的时候 那个落差其实才是最大的 很真实的 对 很惊喜这样 当他们笑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那种 很满足 就是很真心的这样笑出来的时候 对 很开心这样 嗯 而且做户外演出 嗯 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流动性 嗯 因为他没兴趣就会走了 走了 所以你一定要拉住他们 对 那当人越聚集越多的时候 对 就代表你有留住他们 其实那个满足感是很大的 对 对 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留下来 大家只是才买东西 对 对 那只是留下来看 其实无聊他们就会走了 没有人管 绑住他们 没错 那真的是一个真实舞台 残酷大考验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说很刺激 但是当达成成果之后很有成就感 所以那天真的大家都有留下来吗 还蛮多的 嗯 而且连 连到一半都会有留下来的人 就是一半才到他也会想要看完 多到被卖春联的商家人 好有成就感喔 因为其实日本很多比较真的很扎实的漫才艺人 就他们真的很做了十几年漫才 他们也会有这种上街头磨练的 这种类似修炼的这种状况 是 对因为喜剧就是一个讲求 效果出去我马上知道我没有 有没有成吗 对 笑声有没有回来 对 所以他们去街头上的时候有时候 以前也有听说过像在戴戴木公园啊 那种周遭啊 他还没有现在还没有禁止街头艺人的时候 之前就会有漫才艺人也在那边 直接讲 边练习 边演出 对 浪漫的一个时期啦 没错 没错 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想要请问两位 在现场演出让大家开心点笑的时候 你们心中的感觉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一个漫才演员 对我来说这还算是蛮 蛮天生的一个欲望啦 就是让人家笑 就是会有成就感 就是觉得很开心 就是 人家听了你讲的东西 然后不自觉地笑出来了 然后 心里就会觉得很爽 很满足 我是一个平常 观察事情有时候会有一点悲观的人 就是 就是说 也不能说悲观 他就是会看到比较负面的事情 你比较有深度 也不是这样说 也不是这样说 再次抢走 学长 你今天这个学弟 不称职 所以 所以很好坏的挑剥你们两位不好意思 对我们让康康好好讲 对 你要不要跪着讲 就是他 他其实在做喜剧表演的时候 不管跟他讲话 然后得到观众的回馈的时候 做喜剧表演的时候 这种东西 会给我 还有我在创作的时候 他会给我一个 打破自己的观点 价值观 我刚刚讲的那些 那些 所以对我很私人而言 他会是一个 我在生活里面的一个破口 就是一个 一个呼吸的地方 就我生活里面就会有时候 会比较是 好像在憋气 就是 跟着 对啊 但是 可以把我自己 一些观点 一些有趣的想法 然后或者是 不开心的想法 转化成有趣的想法 这样的东西 书写下来 然后我们一起表演出来的时候 然后获得共鸣 会觉得 这个共鸣观众 也是有 会有我这种观点 然后 对 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 从他们的人生里面 会萃取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 或是他有感受的 他 悲苦的 生命的那个部分 就会转化成他创作的动力 学弟又再次的 啊 艺术家 你今天是怎样 你今天是怎样 我留在搞笑艺人的办法 你少过来的这一套 艺术家 我们还是做搞笑艺术 你要做一个牌子 就是艺术家 好让你别在这里 这是我的答案 他是艺术家 这样的段子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出场的时候 就一直放蔡依林的歌 大艺术家 不断地在你背后放 大艺术家 到底是艺术还是不艺术啊 整个过程 歌很流行 人很艺术 人很艺术 拍子很艺术 今天谢谢达康 谢谢阿达 谢谢康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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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